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馮偉英小姐 大家好 Emily 剛才我聽你說的故事 你說戲劇可以運用在不同能力的朋友身上 其中你提到有些 例如你說是一班婦女 你教一班婦女演戲 我想知道 例如你說的一班婦女 會不會他們都是不同的組別 他們其實都是有一些共同的問題 例如有一組可能是單親的 或者有一組未婚媽媽的 會不會是這樣分發的 大多數都會有這樣的分發 因為可能他們 例如單餐有時很寂寞 或者是對於教孩子的方法有些不知怎麽算 會 或者有時有些婦女 還有更特別的是新來港的婦女 對香港人生老不熟 說話可能有時候又被人笑 因為口音的問題 這樣就有很多不同類別的情況 他們都會走在一起 我們社工就是很習慣 還有最專長的就是 大家有不同的關注 或者不同的需要 甚至不同的問題都走在一起 就會邀請一些戲劇導師進去 那種形式都會是 都很關注社會議題 或者是個人的心聲 因為譬如有時候有些小組 是男士們被太太虐待 沒有聽過 我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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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是平等的 他們的自愛形象 或者怎樣跟配偶溝通 除了是一些傳統的輔導 心理輔導 心理治療之外 很多時候戲劇會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例如是一些一人一故事劇場 論壇劇場 甚至純粹是一些即興劇 甚至是將他們的經歷混合之後 排演一個劇出來 是呈現出來 純粹是呈現的 這類這樣的戲劇認識 我們都會找一些戲劇的工作者 一起合作去做 效果是不錯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社工的輔導方法 其實都是一定有限制的 而配搭了藝術工作者的時候 那個手法和演繹的形式 就會多了很多 尤其是戲劇 特別是戲劇 就是假設舉個例 就是論壇劇場 很多時候夫婦溝通 或者是親子關係 如果用論壇劇場 就很好用的 是 因為不是就這樣 在這裡跟你說 小蝦你回去怎樣怎樣怎樣 你就可以這樣跟你兒子說 不是 論壇劇場 真的可以 那些觀眾 跳上我台上 去到一個衝突點的時候 怎樣去解決這個狀況呢 那就是很平等 不是一定是媽媽有什麼問題 又不是一定兒子有什麼問題 而是將故事 或者那個問題 是很忠性地呈現出來 所以在這些議題裡面 也是很好 當然現在我們 有一些關注社區 或者文化發展的朋友 現在就是五花八門 就是例如環保的議題 或者是外勞的問題 低工資的問題 長工作時間的問題 那麼我們社工 也是非常之慣善地 是會邀請一些 特別是用社區發展角度的劇場工作者 跟他們一起去將這些社會現象 不單止是呈現在某一個小組的人裡面 就走進去社區裡面 譬如我們現在灣仔區 希望會多花一些歷史的 我們就會做這類項目 來引起多些市民的關注 因為你如果在社工拿著咪 可以聽到你多少次 但是如果你找了 哇灣仔的街坊一起 這樣的時候 去了解有多少 即是有歷史的建築物 而他們的情懷是在那裡怎樣 直根改變了的時候 會面對一些什麼的心理的困難 或者是一些怎樣的 適應新環境的時候 劇場就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首先將這個議題呈現 然後再有機會 觀眾和演員一起去討論 再將它散播出去 在他身邊的人 再關注 所以我覺得實在太豐富了 你覺得這方面的戲劇 在香港的發展 你覺得現在還有很多可以做 是很多可以做 因為其實你一直看到 香港戲劇的教育的時候 就是說第一 做劇場工作者 因為無論是海外歸來的 或者是本地 也有開始積極栽培 這個你就會看到 已經多了人 懂得掌握這個課題 去將事件呈現出來 第二就是說 香港政府無論在藝術的栽培裏面 聲音無論你喜不喜歡都好 起碼它叫做投放一些資源 現在再加上教育界那方面 是一直在小孩子那方面推動的 其實是三線一直在栽培 而有趣的地方 就是因為現在已經在資訊發達 以及在多元共用的階段裏面 現在香港的議題已經不只是 純粹是戲劇教育 而是戲劇教育可以更進一步推大一點 就是一個社區文化的建構 不只是美學那層次 純粹是美學那層次 而是你怎樣透過戲劇這個媒介 去建構一個新一代的文化 其實現在一直在醞釀著 所以我看是良神美景 但是大家會不會是 一來要欣賞美學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人的生活已經太過膚躁 已經沒有美那種發展和追求 只是感官的刺激 所以戲劇其實可以令到我們 在那個範疇一直參與社會議題 也都可以一直再尋回人本身 直根在裡面的那個美 那個元素 那無論我們社工界 或者是做社會運動的朋友 政界的朋友 或者是特別是我們自己 已經掌握了這個媒介的戲劇工作者 這個就是正正最美的時機 再去啟動人生命的美 以及會想欣賞的價值在裡面 你最想的開花結果 是結成什麼果 其實我會覺得 人人自己想見那個果結 就已經OK了 因為最重要我覺得 不是那個 有一台什麼戲出現 最重要就是在過程裡面 無論你是用怎樣的形式參與 什麼戲劇 每屆的參與都好 重點的是 你有經歷過 你有參與過 而我相信 我相信 藝術給我們 或者我們的生命 加上藝術 再重新融在一起的時候 是一定會給到一個正面 和建構一個 互相關懷 互相欣賞的一個情景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在戲劇裡面 其實一定要合作 戲劇做出來 最後的不是用來踐踏的 其實是用來一起去欣賞 那個成果 所以我相信 就是一個融和 和一個欣賞的情操 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給我一個願景 就是這種景象 一個世界 一個最美麗的世界 這樣的景象 因為你如果可以 互相欣賞的時候 其實是很快樂的 無論你是什麼人 有什麼特色 有什麼國政 有什麼能力 但又可以透過過程合作 明白 聽起來好像真的很美好 實在是不美好 真的很美好 聽你說 所以我們要努力 所以這個梁神美景 都是賞心樂事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們樂意去參與 對 好 我相信聽完你的聊天 跟我們聊天 我想會有更多人 會很願意去付出更多 是啊 因為記得 戲劇是很開心的 最重要是大家一起玩 一定有血有汗 但付出之後 一樣是開心 好 今天謝謝你Emily 謝謝 謝謝各位收看 拜拜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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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